宾州行政议员嘉日新 四天前在槟城 丹荣乌亚一家餐馆的停车场 遭一名外国人袭击 引起关注 宾州警方调查后发现 案件不涉及政治或寻仇动机 而嫌犯也不认识嘉日新 一切只是误会 涉案嫌犯目前已经获释 三 二 五 干纹 kesihatan dan siasatan sedang berlangsung 如果能够的信息 我们将决定 民族 宾州总警长 南都苏海里透露 案件属于突发事故 当局也在调查 60岁嫌犯当时有没有戒酒刑凶 刑犯在案发后 也主动向警方报案 这起袭击事故 发生在这个月16日 晚上8点多 当时一名外籍男子 在丹荣乌亚一家餐馆的停车场 突然袭击嘉日新 把他推倒 导致嘉日新左脚踝骨折 目前正在一家私人医院留院治疗 刑犯遭延扣两天后已经获释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25 严重智商他人条文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